1953年的一天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成 到省民政厅调查 他亲切地依次与大家握手 就在这个时候 黄克成突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很像一个消失了近20年的老战友 那人看到黄克成后 低着头 站在人群后面一言不发 黄克成忍着内心的激动 继续他的工作 从省民政厅回来后 黄克成立即派人 对那位面熟的老战友 进行秘密调查 并多次叮嘱调查期间 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这些年 组织一直在找他 调查结束后 工作人员立即向黄克成汇报 此人对我党的政策甚至了解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从地方升到了省厅工作 就在这时 黄克成确认了 他就是他的老战友 立即下令逮捕了他 过久 黄克成的老战友被处决 朱老总和陈毅元帅 听到这个消息 都表示杀得不错 早就该杀了 那么 这位黄克成的老战友是谁呢 为什么党组织一直在找他 为什么最后被枪杀了 一切始于1949年 主席任命黄克成主政湖南说起 黄克成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永远